字幕志愿者 杜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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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走新平和去年一样都是大湾区 你说何谓民生没何谓民生 还有你说取替劏房根本就是 把劏房的名字变了什么 柬什么屋 柬变屋 类似那些都没有取替劏房 现在把劏房说有厕所有窗就可以被人居住 那是没有意思的 那种东西 你关我岛又加薪 香港市民勾勾勾挨雷仔 吃两送饭 你派消费券 派钱给我们好过 每天五千元 三千元都好 是不是 我们现在全部都是商家 还有大湾区那些游戏商家 大湾区对我们有什么贡献 大湾区就是引入那些多些内地游客过来 香港都窮游 现在还引入瑾埔寨 缅甸 老窝那些过来 叫KK员过来香港玩吃 你心想要买在场那麽多市民 知不知阿拉伯民 你买司机知不知阿拉伯话 你叫的士用阿拉伯话 心想怎用阿拉伯话 那些的士全部都五十多六十岁的 怎麽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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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我搞不敢搭吧 没用的 深圳灰火浴潜多行 那些人过来香港又是窮友 有什麽实质消费 买一瓶水都难 它们全都在大陆那边拿过来 食物都在大陆那边拿过来 香港店铺没什麽实质作用 那你想一些施政报告出来都没什麽建设性作用 全部大湾区全部高材通 不是这样是香港没人才吗 那麽有人才的 香港人有人才就是人才不留 你又引入了些 Os I 人才过来香港抢饭碗 你原本留在香港人一个 keine工作 我们稍后拿opaopa押旗的 until the place 我们的外国都ног earnopa papa 鬼屋 founding发表的四十岁以下 可以多一个抽籍机会的 不出钱吗 那亦要钱的 勾首期的 白表不用钱,白表抄完之后都会付钱, 付首期政府帮我付, 我四十岁留下政府帮我付首期, 就是,还有公屋支持举报公屋滥用那些, 即是民家,都会户, 我户我父母亲戚那些滥用公屋, 为了三千元带户队, 就搞到家庭不和睦, 你根本完善选居制度后, 香港根本没完善过, 还差过以前, 你现在区议员全部委任制, 有票投,但全部都不合心髓。 长情我未看, 不过有些比如投资移民五千万一千万, 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现在很多中小型单位都水深火热, 个个都要虚三四成两三成, 才卖到货, 如果再跌下去, 负资产就会很严重, 但今次买楼, 只准买五千万的楼, 就很明显就是倾斜了, 大发展商和那些有钱人, 那些中小型单位想走货都走不到, 我觉得这一度就要再考虑一下, 对了, 还有五千万那个有无人去做呢, 五千万楼加上那两千万投资要拿七千万来, 才移民到来香港呢, 我觉得是数量不会太多了, 帮不到香港, 譬如现在房地产那么水深火热, 是帮不到什么了, 你自己从事哪个行? 移民公司, 是的, 是的, 其他那个移民潮是什么? 香港的移民潮就走了很多了, 就是那些, 但回大陆买东西那班, 其实这几年的数据是差不多的, 它跟在疫症前那个人数是差不多的, 主要香港的零售饮食出了问题就是, 走了很多高消费力的消费群, 走了去英国, 美国, 加拿大, 这个才影响最大。 那之前, 你没有过可以怎样去针对你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解决? 没有, 它一天有个二十三条, 那些年轻人讲句话, 在网络上打错句话都坐牢的, 还有哪些年轻人敢留在香港呢? 就是政治环境不改变, 我相信都很贵难, 好像没什么回落, 最近看那些申请MPF的数字, 就是cancelMPF那个, 还是数以万计的, 所以cancelMPF就是想移民走, 就看不到有暂时揭纸的势头, 为何会继续持续呢? 那年轻的一辈觉得香港越来越收得太紧, 那他们觉得留在香港是有风险, 即是他们了解走的都是联储力强? 是的,中产为主, 和年轻的一辈为主, 政治上他们会很保守, 不敢那么放松, 因为国安国安, 国安行步路都国安, 个个都不敢动, 说句话都不敢, 还怎会有新的投资入来, 以香港的楼市和股市的状况, 全世界是最矮的, 中国和香港的股市, 还怎会有人有些新钱入来投资, 投机就有, 投资就无, 前那一阵是升过的? 刚刚那一阵, 那阵升完那几千点便玩完, 即刻跌回两千点, 所以还要看后续有无新的政策, 但这一个是资金市的, 到客观环境是无任何改变, 即是营商环境, 中国的贸易情况, 完全还未有改善的, 即是看到改善的前景, 如果它政治上不放松, 我看不到它有什么很有用的政策, 即是上楼的时间, 就减少了些人买中小型楼屋, 那个房地产跌得更惨, 都无人买, 新入来新居置业那些都买了居屋, 买了公屋, 无人会买中小型的楼, 那些纳米楼会跌得更惨, 更惨烈, 这些老人家继续回大陆消费, 有消费券就会留在香港用消费券。